万圣节 西风的鬼节 为了庆祝这一天的来临 小孩们都会装扮成各种可爱的鬼怪 逐家逐户的敲门 要求获得糖果 否则就会捣蛋 可总有些不还好意之人 假接节日之命 行不好之事 今天故事的主角是五个小孩 今年是他们最后一次过万圣节 原因后面会解释 他们五个缺一不可 好像是有什么约定 最小的小鬼本来想退出的 但硬是被他哥皮特说服了过来 他说过了今年 他们就不需要再穿这傻逼的衣服 可以做自己想做的 小鬼才同意了行动 不过比较奇怪的是 他们所到之处好像都不怎么受村民待见 看到他们就拉窗大门紧闭 五人帮丝毫不在意 他们有着自己的目标对象 首先去的是伯纳德先生家 敲门索要糖果 对方却一脸惊恐 天哪 怎么是你们 我不认识你们 按理说 一般这种节日上门索要糖果的孩子 就算平日再不喜欢小孩 也不装装样子 但是伯纳德先生明显就是不欢迎 不过五人帮并没有放弃 就是要你家的糖咋店 伯纳德为了赶走他们 还是拿了糖出来 是那种很廉价的品种 大家虽然很不满 但是也就那样了 下一家 他们去了克里斯太太家 看太太表情意外中又带着害怕 五人理所当然地走进了他们家 太太没有阻拦 反而从厨房默默端出了蛋糕 大家狼吞虎咽了起来 小红还挑刺地说 她不喜欢蓝莓味 太太马上恭维地表示 要不给你做个火腿三明治吧 就在这时 太太的老公拉尔夫宠了进来 他大骂五人帮是禽兽 赶紧滚出他们的房子 每年都来骚扰我们 有意思吧 这些话还透露出了很多信息 五人帮并不受他们欢迎 甚至给他们造成了困扰 紧接着 拉尔夫又说了一句 不要觉得你们可以恐吓整个小镇 穿白骨外套的包比就说了一句 没必要 就着一个垃圾小区 不值得他们打个干戈 每年骚扰扫扰你们就可以了 皮特觉得时间差不多了 就叫了大家离开 走之前 拉尔夫还在发现 都是你们毁了我们生活 他是我们唯一的儿子 先是史密斯一家 然后科纳德一家 接着伯纳德一家 伯纳德呢 就是第一家去索要的那个大叔 去年是我们家 你们这帮变态的小混蛋 何时才能收手 皮特也诚恳地回答了他 当所有人都付出了应有的代价后 他们就收手 嗯 不难推断 五人帮似乎迫害了很多家 但是他们为什么要那么做 目前还不得而知 中途 他们去了一个烧家的属屋 大家都很伤感 最小的小鬼都不敢靠近 皮特就安慰弟弟 你是不是想爸爸妈妈了 我也很想他们 但是没有但是 最后一站 他们去了海瑟威一家 这户人家灯都没开 一开始还以为里面没有人 但五人没管那么多 念完不给糖就捣乱之后 就敲碎了他们家窗户 强行闯了进去 进屋后 他们再找一个讲爱迪的孩子 但他们只在客厅 发现了那只猎枪的海瑟威太太 海瑟威太太的表情是崩溃中 但是惊慌 他说爱迪不在家 爱迪去了爷爷奶奶家了 一个月都不会回来 这话说出来鬼都不信 海瑟威太太看他们不信 就拿枪威胁他们离开房子 皮特不紧不慢地继续靠近他 他说 他们需要爱迪 只有爱迪才可以帮他们 打破这个循环 海瑟威太太不想交代 他儿子的下落 皮特把脑门都顶到了枪口 海瑟威与之对峙 不过他还是败下阵来 其实这几年 他都过得很提心吊胆 害怕下一个轮到他们家 说到这里 爱迪傻貌出现了 既然老妈不敢自己动手 他却要自己拯救自己 然而 当他按下班机之后才发现 老妈压根就没有装子弹 皮特都掐回进了爱迪 爱迪便被他们当拖把一样拖走了 海瑟威女士压根就没有 证据拯救一下 因为她知道 不管他们去哪 都会被找到的 其他邻居听到惨叫 也默默放下窗帘 五人帮把爱迪捆在了 那个烧焦的树屋 仍柴一道汽油 摆明了就是想活活烧死他 爱迪可是为自己辩解 那只是万诚节恶作剧而已 不应该有人受到伤害的 你这句话说得极实 我们也只是万诚节恶作剧而已 你也不会因此受到伤害 之后他们就放火 活活烧死了爱迪 看到这的朋友应该很好奇 五人帮为什么要烧死爱迪 故事还要回到五年前 当时五人帮组了一个叫 黄金巨龙的小组 他们的秘密基地 就是在这个烧焦的树屋 万诚节的那晚 五人正准备结束游戏 去办鬼索药糖果 可能他们要开门的时候 发现门被人从外面锁住了 透过窗户 他们看到有五个家伙 在楼下放了一把火 于是他们五个人 就被活活烧死了 这妥妥的就是谋杀 可某些人 偏要打着万诚节的谎子 说只是恶作剧 五人死后 每年都会写着 万诚节这晚来到人间 一年待一个 当初参与过放火的家伙 让他们也体验 一把被烧死的感觉 顺便拜访一下 这些对孩子属于管教的父母 吃你们一点糖果蛋糕 都是理所当然 还天天嚷着 使他们迫害 摧毁了他们的家庭 这也都是屁话 由于爱迪是第五个参与者 所以他们弄死完他 以后每年的万圣节 他们也不用上岸了 大仇得报的他们 也可以顺利转世投胎 所以皮特才会那样安慰弟弟 告诉他 以后再也不用穿着傻逼的衣服 彻底从这段痛苦中解脱 本片来源每句 鬼作秀第一集 不给糖就捣蛋 感兴趣的朋友 建议观看原片 好了 这里是糖司令书电影 喜欢这期视频的朋友 别忘了给我们点个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